之后 增加两个按钮 当然最后结果执行就是可以把刚刚的动作 你就可以不需要说每一次都还要重新再把公式做输入 也可以很快的可以把结果给显示出来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想要知道说背后这个录下来的东西 它这个程式放哪里的话 那你可以除了可以看到就是在开发人员里面 可以看到有这个聚集功能除了可以执行之外 底下其实有编辑 那当然如果你假设想要再进一步了解说 这个背后的程式长什么样子 其实你可以按下编辑 它会自动帮你把那个visual basic的程式打开来 ok 那我是比较建议各位 如果想要进一步再了解的话 甚至你可以把这个程式背后 因为它等于是两个sub 其实一个sub就是一个聚集 所以如果你假设把那个 一个sub对应的关系其实就是对应一个按钮 实际上就是你录下来的一支程式 所以如果假设你录好一个程式 它实际上就会帮你在那个模组里面增加 等于是自动帮你增加一个模组 然后并且把你的那个滑鼠跟键盘的动作 自动帮你把它记录下来 那就变成两段sub的程式 那利用这两个sub的程式 你就可以产生两个按钮 所以未来如果假如你希望在sale里面做自动化处理的话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利用那个录制聚集 它会自己帮你写一些程式出来 那当然这个录下来的程式 基本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问题 或者是说你下一次执行可能也会产生一些状况的话 那当然下一步也许啦 如果你希望让这个执行的更加流畅 那恐怕还是需要把写下来的这些程式 做一些进一步的修改 那当然我有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所以请各位就自行再参考一下云端上面的第... 这边看一下第四页的地方 那我这边是有分两段 一段是再把它加上就是注解 那加注解基本上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加上注解 你看那个程式步骤你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那如果你加上注解 这个是注解加上去的版本 那各位可以看到 比如说我刚刚有做了四个步骤 一、二、三、四 那比如说我四个步骤我可以在 每一行的程式上面 加上所谓的注解 那这个注解的话呢 有一个比较重要 可能要记一下的就是 前面一定是单引号 那如果是单引号开头的话 那表示说这个后面 写下来的就是等于是 程式不会被执行 但是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OK 所以总共有四个步骤 一、二、三、四 那底下清楚也是一样 我也把它分成四个步骤 那这样你回头再来看的话 相较之下 你会比较知道说 原来这个背后Excel 已经帮我写了这些程式 好那这样的话 当然其实背后还可以衍生 比如说还可以让程式精简 或者甚至有些地方你可以配合VBA 把你的工作流程写得再更加的客制化 这些都绝对做得到的 也就是说 其实Excel里面每个每个动作 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其实程式都可以代劳 所以假如说你每个步骤都想要自动化 其实基本上都办得到 好那再来的话 最后我们可能就要进到有关 这个枢纽分析表的部分 所以在云端上面这边 我有放了一个说明 比如说我希望利用枢纽分析来统计 大概有几个方向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到底 因为这个是某一家杂志社 他想要调查就是他的那个读者 到底哪一个性别 这个比较多 如果他想要知道几个问题答案的呈现 当然用视觉化呈现是最好的 所以我要怎么样快速的把他的性别 然后他的那个这个年龄分布 还有他的职业做占比的呈现 那这个呈现方式当然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如何利用这个表格的方式呈现 这边可能百分比、数量 然后加上画个图吧 如果你是占比的话 那当然用圆形图是最简单的 另外的话如果你要数量的话 H直条图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直觉一点点 可是要怎么样把这个表格画出来 并且把图也绘制出来 那当然最简单的方式 第一个当然我们已经把资料先做完了 我们也刚刚利用那个聚集的方式产生结果 那当然这个做完的结果 因为已经就不是编号了 如果你是编号 你当然就没办法做枢纽分析 所以未来如果你要做枢纽分析统计的话 记得第一个你的那个 我刚刚前面讲过 资料正规的话这个一定要做 第二个的话如果资料是他的代号 他的编号 那你要把它转换 那转换完了里面一样 不能有那个跨完之中 你可能有跨完之中 你自己要把它改一下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想要知道说 到底性别年龄 比如说性别年龄 还有什么我看一下 刚刚有提到几个问题 比如说性别年龄职业 那我希望知道他的占比 那这个地方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利用枢纽分析表 其实枢纽分析表也是eSale里面非常好用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不会用eSale 不要说你会用eSale 因为其实eSale里面基本上最好用的功能 我觉得当然如果要排名的话 好,枢纽分析表应该排得上名次的 OK 那怎么样针对年龄 比如说我们想要先针对性别 性别做这个比例上面的一个统计 那当然第一个我们游标 就要一样先放在这个表格里面 你要不要选取其实不需要 因为你只要按下那个插入枢纽分析表的时候 它会先帮你把你所在的储存格的范围扩大 所以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点一下 所以插入枢纽分析表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在这个范围自动扩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游标现在放这边 它会去侦测 所以它侦测到是不是这个工作表 对 问卷调查刮虎二 惊叹号 然后呢 A1 A1在这里 一直到欧兰 欧兰没错 150 理论上应该没错 记得好像总共150个人填写资料 OK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步 OK 第二步的话呢 我想要知道性别到底占比多少 到底填问卷里面男生多还女生多 OK 那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你可以把年龄拖拉到列的这个位置 OK 那你如果拖拉到列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跟这样 应该不是年龄 应该是性别 所以拖拉错 那你可以把它拉回去 放开 它就删除了 我要的是性别 OK 不是年龄 拖拉到列 OK 那接下来你会发现呢 拖拉下来 虽然每一个 你会发现原来的资料里面有 有男女男女 它实际上 就是帮你把它移除重复 也就是重复的移除掉之后 最后剩下只有两个项目 要不就是男 要不就是女 好 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做一个数量的统计的话 那你可以再把性别拖拉到值 放开就可以 OK 那你会发现 它马上会用什么方式呈现呢 用那个数量方式呈现 有没有 女生有62个 男生有88个 总共有150个 可是我刚刚有提到 那假如我不要用那个什么 数量呈现 我希望是占比 百分比的话 所以这个地方 他给我的是一个 总共有几个 可是我不要总共 我要呈现的是百分比 到底男生占多少 女生占多少的话 最后 你可以再利用一个方式 就是在计数这个地方 值 这个地方 点一下 那找到哦 特别重要 如果你要把原来的数量 改成占比的话 那你可以把性别拖拉下来之后 然后点一下这个箭头 它会有一个叫值的栏位设定 这里面的话 就会有一些相关 比如说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本来预设是技术嘛 那当然它可以加总 不过其实这边好像 我们要的那个什么 这个摘要值方式 不是我们要 我们要是把它改成什么 百分比 所以要怎么改百分比 请你把它切到隔壁 这个值的显示方式 它预设就是显示值嘛 可是我不要 原来的最后的统计值 我要的是百分比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无计算 改成叫做总计百分比 OK 然后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得到的结果呢 就会是百分之多少 OK 比如说男生占58.67% 女生占41.33% 那你说老师 如果要取到整数位呢 很简单嘛 最简单的方法 你刚才就直接常用这边 找到那个增加或减少百分比 那就直接把它改 比如说两位数 如果要取到整数 取到整数 好 可是 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希望呢 最好是 比例也出现 然后数量也出现在旁边的话 那我没有办法 让数量也呈现出来 其实如果你 数量也要呈现的话 那有个简单的方法 再把性别 再拖拉一次 放开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一样技术 性别 多一个2 那不过你会发现出来的结果 奇怪 怎么它变成百分比 主要原因当然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格式是有问题的 也就是你在拖拉 它会复制前面的格式过来 所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有几个方法 你要不就是从这个箭头 点击值的栏位设定 然后去 这个地方 好像也有一个 这个储存格格式 把它改正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不过我比较推荐的是另外一个 就是按右键 直接选这个范围 直接把这个格式 从这个常用里面设定 或者是说 按右键 儲存 叫做 值的栏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 一样可以 除了格式也可以 按右键这边有个叫 儲存格格式 一样可以针对这个地方去做修改 因为它沿用前面的百分比 所以看起来就百分比 但如果你想要把它改回原来的状态的话 其实最简单就改回通用格式 你会发现它这边是6000 改回来变62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又恢复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 除了出现百分比之外 也能够出现什么 出现数量的话 那很简单 你就再拖拉一个 性别到这个地方 但是问题它会 把前面的百分比格式带过来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 你按滑入右键 把它的储存格式 改为通用就可以了 当然你也可以改数值 不过数值你还要自己把小数点拿掉 我觉得比较麻烦 用通用比较简单 按确定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利用枢纽分析表 快速的做一个性别的统计 所以它会帮我插入枢纽分析表 会在前面这边多一个工作表 然后我们产生完之后 快点两下 这边改成什么 性别统计好了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要画图了 OK 所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我刚刚做的 性别的百分比 然后数量 那一样 我希望在底下画两个图 一个是圆形图 一个是直条图 那画图该怎么做 当然你说看数字 其实也还蛮清楚的啦 但是一般人刚刚看图 一定会比看那个数字 来的更直觉 所以喔 如果我希望画两个图好了 底下喔 怎么画两个图 所以画图部分 几个方法 其实在插入其实里面就有图表 这边也有看你要是直条图 还是你是要这个 这个是圆形图 那上面的话也有直条图 除了可以从插入里面找到图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枢纽分析图啦 不过两个结果好像蛮类似的 但我比较习惯是用这个地方 就是你可以先做出枢纽分析表 然后再到枢纽分析表的分析里面 找到枢纽分析图 OK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的版本 可能比较早期一点的话 放的位置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差异性不大 OK 所以也许自己再找一下这个地方 那我有些地方可能做得比较快 假设你跟不太上的同学 就之后我有把它录影下来了 然后之后我会再提供给这个潘小姐那边 如果之后看需要的话 你们自己再回头看一下影片 因为影片可能回去repeat看一下 可能会比较快 因为有些地方也许我就一气呵成 一气讲过来 但有些地方每个人的那个程度不太一样 有的人可能听的觉得很简单 有的人可能觉得 哇这怎么这么复杂 太多细节了 那没关系 如果你假设比较没法跟上的 你回头再看一下 最后待会我们就画两个图 一个是圆形图 一个是直条图 当然如果你动作快一点的话 你性别也可以统计 然后其他还有什么 年龄、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 其实都可以绘制出同样的这个图形 其实还蛮简单 我觉得数纽分析表真的非常方便 马上就有个答案了 到底比如说你们这个 你的这个 比如说将这个杂志社 到底他的读者哪部分最多 其实应该抓到最多的 以后将来要行销的话 也比较知道说 到底谁会看哪一类的杂志 那其实会比较有个底 你要跟谁行销 你也比较知道说 怎么去做对的行销 OK 试一下 我们待会再把那个图给绘制出来 好